大家好,这次给大家讲讲中国的房地产经济 我也是没看明白 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怎么突然就是断崖式的下跌 现在深圳这边60%多了 北京也有50%了 上海也有50%了 其他的中小城市基本上跌到膝盖下面去了 我们这些年喊了好多年的房地产危机 就怎么就一下子就出现了呢 是不是 按照我们对韩国,对日本,对台湾 包括对美国的房地产经济的模型的分析 我们都是有经济学的这个立足点的 首先第一,你应该是货币超发 货币多了以后呢,就流到房地产经济去 然后房地产呢,就是涨到天上去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收紧货币 是吧,不发钱了 操,市面上没有这个大量的MR了 完了以后你这个大量的房企,大量的银行就没有钱去放贷了 因为这个房企也没有钱贷款了 是不是,贷不到款了 所以货币的供应是房地产涨跌的最大的因素,至少占了60%,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之所以涨到天上去,都是因为中央银行发的钱太多 MR太多,货币不值钱了 所以大量的钱呢,就流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它可以让资本固化,可以成为一个蓄水池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样的所谓的理论的 货币它跟油一样的 比如你倒一碗你吃的油,汽油也可以,吃的油更好 你把它倒在地上 这个油它不会像水一样的均匀的摊开的 你看倒一碗水,它会均匀的往四周摊开 但是如果你倒一碗油,它不是的,一碗油它是一团一团的 为什么是一团一团的呢,它的货币跟油一样的 它下去以后呢,它要一团一团的 把很多个有用的东西,很多个明显的物质,它把它团在一块 这个货币就是这样子的 它把那些个所有的房地产公司,房地产,这个房子团在一块 导致房价上升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你突然不发货币的,就没有油了 所以呢,这些个房子就不值钱了,是不是 你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以后啊 你就发现,今天的共产党其实还在继续超发货币 一点都不带停的,是不是 无论是李克强搞的时候,温家宝搞的时候 李克强搞的时候,还是今天的你想搞的时候 土工的央行发货币,那一点都不带消停的 天天印钱,不知道发了多少货币 所以很多人就看不懂嘛 就去搞一些个特别有趣的词嘛 是不是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即不是通缩 因为通缩的话就没钱嘛,市面上有钱 但是呢,你又不到房地产里面去 第二是通胀,通胀就什么都不值钱 是不是 所以即不是通缩,也不是通胀,而是叫通杀 这是中国的一些个没学经济学的人,瞎琢磨的一个词 但是那叫做化操理不操也有一定的道理 所谓通杀是什么意思呢 就习主席通杀你吧 习主席有能力吧 就是让你买不起的东西就拼命的涨 让你买得起的东西就拼命的跌 让你买不起的东西拼命的,说错了吧 是让你买得起的东西拼命的涨 比如你买得起电吧,买得起水吧 买得起汽油吧 买得起天然气吧 买得起白菜大米水果什么你买得起嘛 涨,给我涨到天上去是吧 那房子你买不起吧,是不是,我就拼命的跌,跌到滴沟油里面去 是吧,这是习主席通杀计划 我觉得解释的挺有个意思的啊 所以跟大家扯吧,扯吧 我之所以扯个话题呢,是因为,也不是因为国强卫的一帮人在那里瞎琢磨啊 发明这些个词语 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放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材料,他不是他们放的,是他们通过国内的一个很,体制内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啊 也是一五毛经济学家吧,也不叫五毛 就是共产党的中南海经常把他请过去上课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就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一个一个材料啊 他就放出来了 放在中国的局域网里面,你在百度上你搜索,你搜索得到 他就讲,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曾经在访问中国的中国的时候啊 他向中南海的高层的暗示中共可能要面临房地产的危机 整个中国的经济要停摆 而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他因为他已经是个全球化的现象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如果大面积发生这个难账的话,玩不下去的话 华尔街的那帮孙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组织那个组织都会跟着躺着中枪,都会遭殃 所以他们就建议,当时建议习主席啊 建议中共利用中央财政的资金而不是银行的这个MR的超发 要从财政资金里面拿出一万亿美元 救一下中国的房地产 不要让中国的房地产垮塌了,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结果没想到呢,就被习主席被中南海的领导就给拒了 但是主要是习主席给去了了 习主席不同意,拒绝 我不救这个房地产,我绝对不可能动用中央财政资金 这里面就有意思了呀,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放出这个东西呢 哎,所以他就讲说这个 习主席啊,其实是有意识的 要让中国的房子 变得不值钱 他道理很简单,现在中国人呢 好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呢,手上都有这套房子 他们有的是钱 他有钱了以后就作妖 按照中国的这个 传统的治国理争的水平 这个这个什么方法的话 就是应该也是要 弱民是不是 弱民战略 就是让你要让你的老百姓呢 变得穷一点点 中国的老百姓他就这样 你有钱花了 是不是,你有肉吃了 你就开始骂共产党 你就开始搞妖我子 还所谓的中产阶级的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崛起啊 中产阶级的力量 我中产你妈 我让你穷 是吧,我让你业业之间 变成无钱的这么一群人 变得 变得负债一族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 大面积的垮塌 这个很多人财富 一夜之间的变成 负债一族的人 主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网上很多人呢 说这个计划呢 没看清楚 大家都都觉得 习主席是要把中国带回朝鲜 要变得像朝鲜一样的 说习主席 并没有想把中国变成朝鲜 而只是想把中国 中国的所谓的 大中城市 从县城以上 所有的 手上有一套房子 有点小钱的人呢 一夜之间 他变成负债一族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计划 是习主席 有意识地搞出来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因为中国人爱买房子嘛 我们这些人离开中国以后 也爱买房子 我是非常的 痛苦的 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 就是不买房子 是不是 就是有多少钱 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不搞这些事情的 没有一次 一个人都是要死的 还有就是我 我们俩也没个孩子 是不是 我买房子干嘛 要摸那房子干嘛呢 我现在房子已经足够我好了 是不是 住的我这是浑身舒服 我还要搞房子干嘛 我有钱 吃吃喝喝 他不乎乡嘛 所以习主席他真的是 今天的我们看到的 国际货币基因组织 他发布的是一个 中国的年度的评估报告 这是以前的事情啊 最近才开始 公开化 在墙内都看得见 原来搞了半天 是习主席有意识的 要把这个房地产呢 把它降温 哎 这个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也能感觉到 比如习主席说我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习主席就开始有意识的收紧房地产政策 所以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并没有救市 因为你救市的话你要么就是超发货币吧 但是超发货币的话 你要走银行吗 银行他没有人找他贷款 他怎么出去呢 房地产不知道你贷款 你买房子的人也不贷款 那银行就钱就烂在银行里没用的呀 那最后就是你看人家建议的很专业的一个建议啊 去动用一万亿美元的中央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他是怎么用的呀 他是直接就拨给企业呗 直接拨给地方政府呗 让你干干活呗 这不是银行的超发呀 这是很管用的一个 一个思路啊 结果被习主席给拒了 所以我 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明白了 房地产 经济在中国已经变成了这个 习近平 控制中国的一个手段 已经变成了 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习近平与全球化的那些一个大国际大财团之间进行博弈的一个武器 是吧 所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 急速下滑 还是习近平有意为之 这个什么的那些个那些个的思路都是扯的 中国的房地产将会继续下落 下落到这个很多中产阶级的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变成负债一族 这时候你就 安安静静的听习主席指挥给你发点粮食啊 给你发点面包给你发点衣服给你发点糖给你发点肉 中国的社会不就稳定了吗 但是细胞子这么搞呢 他 他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共产党过去花钱花习惯了 房地产如果垮下垮了以后啊 其实你这个整个你的中央财政的能力也降低了 你也没钱了 是不是 老百姓没钱 在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你没钱 是吧 至少是有三步嘛 第一是老百姓没钱了 中产阶级没钱了 第二就是国际财团 赚在你中国赚不到钱了 最后还是你共产党没钱了 所以你自己还是叫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大概起就这么一个意思 谢谢 谢谢 来